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Jesse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考虑用Notion搭建一个个人网站 但却不知道怎么连接域名呢 Notion它自身是不带连接域名这个功能 如果我们直接分享它的链接的话 又会显得这个网站不太专业 所以这个视频呢 我希望给大家分享两种不同连接域名的方法 那么第一个方法呢 比较适用于想要多点设计感 对版式要求多一点的同学 Super.so或者是Simple.inc这一类的Notion附加工具 提供很多设计模板 目前呢只有付费版可以连接自己的域名 大概都是12美金一个月左右 形成着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原则 我自己使用了Cloudfair这个途径 我是从以下这个网站学到的教程 如果有小伙伴比较希望直接阅读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网站 这边你可以看到我有一个展示的页面 第一步是点击分享 并且设置你的Notion page为public 你可以看到直接使用它自带的链接 我可以从我的浏览器打开这个页面 第二步购买你的域名 这里是我的一个展示域名 下一步到Cloudfair去注册账户 和这个free免费的plan 然后点击继续 这一步呢我会把之前的recard都删掉 重新点击add record 输入Cloudfair自己的IP 下一步需要我们去到购买域名的网站 点击自定义 复制粘贴 name server 下面我们可以根据它这个clickstarter 把其他所有都打开 这一步操作完之后呢 设置完成一般会等待一段时间才会连接上 当你连接成功以后 咱们去到创建worker 创建一个service 然后进行下一步 会点击edit 再打开fortune site 直接跳到第三步 输你的域名和notion链接 这边它会自己生成一个script 你只需要把它复制 并且粘贴到cloudfair worker里面 然后保存 点击worker 然后加入一个root 完成了 这样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域名打开notion page啦 希望这个分享能够帮助到你们 关注我 接下来呢我也会分享更多关于作品集 以及我在UX UI工作中的一些反思和知识 那就这样啦 拜拜